曾 曾在說它的油米是對什麼樣的白 油也要去哪裡買 這個玉米我們通常比較容易對著它這樣白無白無 甚至它這樣有整爪 這大概在我們社長的時候 基本上基本上都是熟這個 因為那一爪黃黃 所以有時候我們比較擔心 是不是這個陸菌病這個落困 那麼一半的藏 因為你如果是這個比較合法的 算你經濟是比較大白的 比較有規範的 因為它這是社長的地方大藏 因為完美都有一個空性 所以社長比較有地方 大藏就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所以通常它會去在油裡面 譬如說它經濟的部分 它就會給你加一點藥 那這要打熱 要打熱 這黏紅紅這種 這個藏手都是這樣 那麼這是一個環米裡面 很重要的這個麻糬 所以它通常在種子 它就把它搬 搬這些藥 然後把它做一個防護 就是說 盡量不要讓它抓到 不要給它 在社長 因為社長那時候比較幼稀 它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去抓到這種的這個麻糬 就是說當然也是要有天氣的關係 但是就是說它 比較大藏一點 你就是洛水比較長的 也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但是小藏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抓到 要抓到的不抓 這老的比較容易有這個 三星這種多歲 有時候會這樣爬爬了 要打熱 還是說 我們可以在 那裡 搬一順 這個 比較 漏水比較長的時候 漏水比較長的時候 那麼 它會搬這個 蒙奶浦 新蒙奶浦 這就是它的姐姐 藥 來幫它做一個藥紅 甚至有的人會去搬這個 代浦克力 這個都是可以的 這個 這個 首先在做一個藥紅 這 應該是很快 就可以把他控制掉了 那麼 如果說好聽 有時候你不去插他一張半張 如果是不要說 漏水很重 其實如果 稍微曬曬太陽 他自己就真的挺起來 就不會說太嚴重 所以這有時候 是他的種子處理 這個問題 經濟如果處理有好事 就所以 這個問題呢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嚴重 你如果是小藏沒有處理好事 你如果小藏沒有處理好事 那問題就很大 這個後面 這個狀況就很多 所以這個環北姐姐的經濟 德索都會去 去過一種疫病 或是這個陸菌病的姐姐 藥仔 這應該是一個露菌 這個陸菌病 這你要小注意到 這個露菌檔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來發生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麼這會讓我們提前朋友 先做姐姐的了解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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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